翻唱片 字幕翻唱片 字幕翻唱片 翻唱片 字幕翻唱片 好,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Yoga Asana 瑜伽提味法 和身體的運動 你們覺得身體的運動跟瑜伽有什麼不一樣? 運動 你們這些覺得 不懂 雨婷 呼吸不太 呼吸不太一樣 拉的不一樣 瑜伽 運動 運動比較記錯一點 瑜伽的話就是 會吸氧裡面 跑過一次 所以 Janet 你覺得 你這樣平直覺得感覺 和認知 瑜伽三 瑜伽體會法 跟你身體的運動 就是我們那種exercise 運動 我覺得瑜伽是 跟自己在溝通 然後的運動 但做運動這樣子 伸展 可是運 就是一般的運動 好像肢體性的 就是覺得 就是要動 就是肢體性 然後比較少跟心 跟身體去對話或連結 好像是讓身體要一直 在這個節奏或是 在身體就是一直要不斷的 運動在外層 就是讓身體要有 大家現在都沒有什麼運動的機會 所以就會想要讓身體 好好的動一動 對不對 就很大的 很大的那種動作 的運動 大家會覺得有動 有運動到 對不對 嗯 有點好吃 不知道 嗯 很好 很好 他現在在練習誠實 對 在我們的建議裡面 有一個是誠實 對 就是完全不知道 對 鳳梅老師 幫你 嗯 一個好像在成要 歪在的一個區幹的 動 還有內在的認識 你這樣練習你有覺得 有感覺到 就會知道自己 什麼地方能 記錄比較硬啊 什麼的 嗯 認識自己的一些 肢體 就比較細的部分 就是哪邊的位置 是真的其實在 在最最最最一般 在一開始 你其實可以很很很 很仔細的觀察到身體 的狀態 對 就像說 我身體 喔喔 筋很硬啊 可是現在你可以知道 你的動作哪一個地方 是不是 越越縮小的那個位置 你會比較了解你的身體 嗯 所以最粗糙的其實 你要了解你的身體 就是 如果了解自己 我是個性是怎麼樣之外 先了解自己 粗糙的身體 其實你就要花一段 很長的時間 嗯 有了 運動在跑步了 嗯 運動跟瑜伽 我覺得做運動的時候 就是 沒辦法思考 嗯 嗯 就是你是想要盡全力 去 去 想要有個好成就 就是 你腦筋是空白的 嗯 是很用力的 可是瑜伽的時候 你可以 可以想 就是可以觀察 然後可以 可以去感 感恩 我就想要覺得 感受度比較高 嗯 但是運動他就是 很用力 你就覺得我 就是趕快快到中午 衝衝衝衝衝 或是打球 很用力 嗯 都在外面的技巧對不對 對 技巧或是時間 或是 比如說時間的長度 對 對 對 嗯 運動就是 比較 忙於最頓 哈哈 哈哈哈哈 很多都在做 一般的運動 比較強調心肺 心肺的功能 嗯 嗯 那瑜伽可能 比較練習 比較深層的 對身體的覺察 嗯 對 可能比較不一樣 嗯 對啊 真的還蠻不錯的 也可以相補相成 對啊 這其實也是 因為 像我一直在做 做這樣 就是很緩和的練習 像我去爬山就很喘 嗯 就是我的心肺就 一直處於在那個 很稀 很 就很緩 對 所以真的是要有交錯 就交錯 但是像是運動狀態 我們還是可以選擇 是比較 不要那麼激烈的 就是 就是 一樣是可以是比較心肺的練習 對 就是還是可以找到 不要是心肺練習 但是你也是不用 就是像身體的晃動 或是 太過於劇烈的 還是有那個程度上的不一樣 還是要調節一下我們的心肺 對 如果真的是去 去比較 像我去爬山就很明顯 對 好 瑜伽的體育法和身體的運動呢 普通人的運動呢 其實是發展你的 身體的 比較粗淺 外在的 的 身體層的肌肉的訓練 然後呢 這個呢 其實呢 可以讓你的身體 可以 就是 可以讓你身體的 狀態 你的曲線 你的體格 是可以變得比較漂亮的 但是呢 你這樣的體育法呢 它的意思呢 它其實是 經由 經由這樣的運動 身體的運動 我們在外層來這邊看 我們還是在運動 對不對 我們藉由外面外層的 身體的運動 然後其實呢 其實你在運動 你身體內臟的器官 然後我們剛剛在做雨試 很大力的呼吸 你整個身體 肚子 我們剛剛在練習 我們的那個 剛剛說讓你身體往內 在解禁你的胃部的那個 那個 那個練習 還有剛剛 我們在做的孔雀 是非常按摩你的內臟 你是完全把你的胃擠空 擠壓 到最底部的 對 很少會去做這個練習 讓你腿在這個頂多 你會趴在地板上 但是孔雀這個位置其實是很深的 其實是很深層去按摩你的內臟 對 所以我們練習體胃法的技巧 其實 你去深層去想一下那個 身體的內臟的運作 你就可以要理解 就是為什麼 體胃法是在按摩你的內臟 你在就是 技巧的訓練之外 我覺得你可以去稍微想一下 當你想透了一個體胃法 然後去觀察 它跟我身體的改變 我身體內臟到底是哪裡 的時候 你之後所有的練習的那個體胃法 你就很容易去去理解那個 那個重點 對 當然身體不一樣 沒有辦法 不是說每一個動作 你理解就很快的接上 可以完成這個動作 但是至少你知道這個動作的移觸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覺得其實 自己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是一個生活型態的 就是每件事情 你比較徹底的去深根的了解 這樣子 好 所以你的按摩的位子呢 會有你的肝臟 皮臟 還有胰臟 還有你的腸子 還有你的心臟 肺 頭腦 還有很重要的 很重要你身體的腺體 雖然腺體的部分在於是 有沒有 有喉嚨腳弄腺的位置會會敞開 所以瑜伽呢 其實呢 它是在調整你身體內臟的器官 然後呢 且讓它恢復 像老師現在提到 要恢復 要去調整你的甲妝腺體 而且呢 還有其他的分泌的腺體 我們都說零八有沒有 然後去平衡它的運作 其實這是 這是你的身體保養 其實是最重要的 你的腺體的保養 所以你那些腺體肌肉 然後連著又是你的內臟一直 其實是有很多層次的 我們肌肉的雕塑 其實 其實你裡面的肌能 才是最重要的 肌肉的肌能 那肌肉的肌能 可是 有沒有它的強度嘛 但是內臟的肌能 其實它很複雜 內分泌 激素 荷爾蒙 所有的 所以它不管你身體狀態 你可以達到 內分泌的 這些腺體的平衡 所以它說你在做所有的動作 有時候 它說所謂的平衡 最後光你在身肌肉層 所以我每次在練習說 如果你是很緊繃的人 其實你要平衡變得放鬆 你是比較沒有力氣的人 父母沒有力氣的人 就是 有些動作做起來 你就要很 很注意 你就要去訓練父母的力量 其實不管你在哪樣的人 你是這邊的人 那邊的人 其實我們都在某一個方向 在自己的方向裡面 找到平衡 對 所以 就是 如果是很多人在做重訓的人 重訓的人 其實他們的身體柔軟度 他們肌肉很強 他們可以就是 皺膜 然後做到舉重 就是很厲害 任何的重量訓練的東西 它都可以很強 但是當你要做柔軟度的時候 也許千萬 就是完全就是沒有辦法 對 所以 老師後面有講到說 其實真正的健康 肌肉的強壯其實不是健康 好 我們等一下後天會有您 來討論到 好 身體的運動呢 它其實呢 身體的運動 我們現在來說運動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讓你的身體的能量 往外釋放的 OK 所以你運動的時候 之後很喘呼呼 對不對 然後在體味法的能量呢 它的練習 它是幫你的身體 體味法當中 它會幫你的身體傳送能量 傳送能量之後呢 它會分散到你身 經由這樣的練習 分散到你身體 整個身體到不一樣的系統裡面 所以當這個你看 你在做你的分泌系統 這些的分散的時候 它其實是很細微的 它不只是這個肌肉的運作而已 它是整個分散到你沉默身體的線體 所以你呼吸的推進身體的按摩 所以那個精細的其實在那些激素裡面 好再來 在體味法 在體味法的 其實體味法不只是你單單身體的運動 它是呢 它其實呢 勝過於想像的 而呢 它這個練 它們的練習呢 它會讓你心裡得到平衡 它會幫助你 可以控制你的情緒 它們會給予你呢 心理精神上的 的一個力量 所以你發現 你的 你的觀察力 你越越專注的時候 你心越越穩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精神狀態其實是很輕鬆的 你的情緒其實不會那麼容易的很起伏很高低 它是用身體的練習去 去讓你心的狀態變平穩 OK 那哲理又是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單單指說 就是瑜伽身體的練習 因為你會想說 你身體輸送這樣子很長的時候 其實你的頭腦血液都有足夠的空間 你心跳不會那麼快 所以你的思考其實是比較平穩的 如果你的心跳這樣 一直長期這樣 叭叭叭叭叭叭的時候 你當練習瑜伽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拉長 所以你這樣有點像 淺層你腦壓不會那麼強 不會壓力那麼大 就是不容易爆炸 就是你的情緒不容易被 就是整個 就是剎那間的瓦解掉 所以你的身體是比較平穩的 所以你看你的心情平穩 包括你的消化系統 如果你在緊繃的時候 有人在緊繃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腸部是沒辦法消化的 或是胃痛 你看你在緊張的狀態下 不只是你身體的肌肉和情緒 你整個內臟全部都是壓縮住的 所以當這個呼吸帶進去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是可以很好的循環 但是有點像 有點像你就是 當很緊繃的時候 一呼吸就是 就是有點讓它放鬆 就讓它軟化下來 慢慢的按摩它 慢慢的按摩它 好像慢慢在 按摩你的感覺 就是真的 很像有人在 就是符合你的感覺 就是讓你情緒 慢慢慢慢的恢復下來 對 所以知道這個原理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的呼吸 然後就是所有這樣的練習 是在做什麼 好 然後再來呢 提味法呢 它其實可以喚起你身體 身體的能量 或者我們說是 KUNARINI 直接上網看 你會看到KUNARINI的練習 KUNARINI KUNARINI 它在沉睡的時候 或是你KUNARINI在沉睡的時候 其實在你的海底輪 海底輪它太過活躍太過安靜都不好 OK 所以它其實也是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如果海底輪太強的話 這個人會怎麼樣 就會一直 一直很高張 一直在做事情 就沒辦法靜下來 然後一直在追求東西 太高的時候 那很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動不了 對 所以這個海底輪太高太低 都是不好的 然後呢 它們會讓你的心理得到 就是內在的喜樂 還有力量 還有在瑜伽的三摩地 三摩地裡面 其實你的內在其實 就會產生一個非常輕鬆 然後而且你的心裡會 最每件事情 其實都充滿了一些 就是 嗯 像 你的心會比較有 有 有激勵 它就是 我們知道什麼 你的心裡會比較有朝氣一點 我們說你在做每件事情 每件事情會比較 有活力的感覺 OK 好 老師說 這個我們上次說的 要更改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做 DOWN 就是你在做 手的那個 那個 硬度的 浮力挺身 不需要 對浮力挺身 還有呢 還有 還有 還有你要做那個 吊桿槓 OK 所以如果你做這些練習呢 即使呢 你在做每一天 每一天喔 做500下 掉蛋槓喔 在蛋槓平和50下 然後連續 連續5年 他們 將不會 將不會有任何的幫助 幫助你 幫喚醒你身體神秘的力量 他說什麼也一樣 就是你身體虔誠的能量 有時候 我幫你有沒有 在經歷過 在練習之後 心情會變得比較 就是輕鬆一點 對 我幫你們心理的風險是怎麼樣 在練習之後 你的心會跟 就是 今天整天 你的心情狀態 就是 有沒有發現 去觀察你的心情 其實是比較 是比較輕鬆的 對 因為我覺得那種練習 我覺得有點像 我踩在瑜伽店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回到我自己 我做我自己 就是我看著我自己 做我自己 我自己原本的樣子 就沒有人可以限制我 就是我不需要 去做別人的 眼裡的自己 就是現在 我就做這個瑜伽動作 然後就是 看我的身體 可以做到哪個位子 一開始我就覺得 我在瑜伽裡面 在玩身體 對 然後有些動作 去看著身體 我今天身體可以做什麼 然後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就是一直在練習 然後看著身體 然後就比較放鬆的 去練習瑜伽的時候 你發現 這個不行 OK 就這樣子 當你越輕鬆的時候 你一舉去嘗試的時候 反正那個心情 其實有點不一樣 比較沒有壓力 如果你這樣練習的時候 就覺得 不行 就不行 這時候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在練習瑜伽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看我今天身體怎麼了 就有點在 在讓你身體 嘗試不一樣的動作 我覺得那個嘗試 有點像在做實驗 欸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不行 這樣很痛 這樣不會痛 然後一直去找 這也是一種探索的方法 也是去覺察你的身體 對 所以你慢慢去嘗試 發現身體 越多的可能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 那個自信跟你的內在 其實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由內而生的 因為你在嘗試之後 找到了 那找到不是別人幫你找 那找到不是別人幫你找 是你自己去找 自己在這個長時間 就是 像麥克風 你練習一段時間之後 就覺得 就是這個喔 就是這個喔 就是你 你練習一段時間之後 同一句話 在某一個時間 同一句話 喔 就是這樣子喔 什麼肚子往內 什麼叫做直 或者什麼叫做做彎 就是你這樣一段時間 用身體去 去走過這一段時間 對 你才有辦法 喔 原來是這個 喔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身體有時候 頭腦跟身體 你的頭腦聽得懂 身體聽不懂 對不對 對 其實是正常的 所以讓身體去試去試 頭腦說喔 是直 也許你的頭腦跟你的身體 小的其實有點差異 所以但是怎麼一直在試的時候 怎麼讓他那個差異慢慢變小 慢慢怎麼知道說 喔 一樣了 就是那個 那個狀態是一樣的 然後老師最後一句說 所以啊 在練習之後 你有看到你身體 有哪裡不一樣嗎 有 我有練習了 在這兩天 我的肩膀很痠 痠到爆掉 然後這是有真的很好 你的身體的肚子 從來沒有去練習到肚子的位置 他是因為他覺得 真的在那天這樣練下去 應該會有那個馬甲鞋 哈哈哈哈 對我們說那個不需要那個 對 所以真的會也可以 你真的可以練習 如果這個要練的話 你可以也練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肚子有點鼓鼓的 所以在胃部的位置有兩顆 所以那個力量真的還蠻強的 因為整個是拉伸 是整個拉伸 從你的胸口肩膀 一直拉伸到你的腹部的位置 所以整個拉起來 但是如果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去練習 如果我在你身上 我會喘的狀態 也許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練習 然後這個練習也可以練到你的肩膀 但是呢 如果你要喚醒的困態命令的時候呢 嗯 老實說 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 OK 所以呢 老實說 不用花費任何任何的任何的物品 你就可以練習體會法 而且呢 你不用任何的啞鈴 你也不用任何的舉咒的工序 你也不用任何的單槓 然後來讓你練習 然後讓你在瑜伽的練習裡面 的健身房呢 其實呢 它最多最多呢 你只是需要一個簡單的坦子 還有呢 你的練習 就只有需要一個很簡單的坦子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第二個工具就是你 就是你的身體 就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瑜伽的練習其實很方便 而且其實可以做得很深入 它可以讓你的心安靜下來 然後可以讓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你自己 我覺得現在生活 其實你要回到你自己 其實是 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事情 你要留一些時間給自己 慢慢你會在瑜伽墊裡面 看到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很快樂很有自信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生活裡面 我們很多東西都要配合 我們外界的東西 可是外界的東西 其實跟內在有時候 其實衝突很大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那個衝突裡面 你有一些時間跟自己在一起 然後當你比較了解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去面對那個衝突大的東西 你只要幫自己定位在哪個位置 你可以比較就是來去自如 你可以去 但是你也可以有在你這裡 你才不會一直在那邊的時候 慢慢你就變成它了 所以要有一些時間跟自己在一起 你會一直在回歸自己 回歸自己 回歸自己不是把自己關起來 你是要整理沉淀你自己 讓身體的心理狀態 保持在一個和諧的狀態 但是不是逃避 也不是掩蓋 之前的練 之前我們很多人就是有分享到說 瑜伽不是讓你逃避 瑜伽其實是要讓你面對 當你開始面對的時候 其實很多很多事要做 你的內在的東西很多要去整理 對怎麼整理然後再結合在一起 怎麼樣在生活裡面有跟衝突在一起 就是你了解自己跟衝突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輕鬆的跟衝突在一起 他是他你是你 他不可能不可能離開你的生命的 不然我們沒有衝突我們就不用來了 呵呵呵 我們就不用來這裡了 我們就不用用這個軀殼來練習了 我們就不用這個傷那個舊傷 然後那個腸位不好那邊怎麼樣 就是這個都是身體的功課 對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功課 所以就是功課 當你功課做得越快的時候 功課就來了越快 就是你就越快就是 考過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然後就一直做一做一做 所以你就會 面對困難就覺得 這件的課題是這個喔 好 就慢慢的去 就是過程去看自己 對很好玩 人生很好玩 很多的課題 然後覺得有時候就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你就做了決定 你就去 去了之後 你也許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發現不一樣的事情 或是因為那件事情 你必須要了解 你現在是幸福的 你必須要且體驗 從來做錯一個決定 你必須要去做 你就去做了 做了之後你才知道 原來以前的那個狀態 其實我一直覺得 不滿足的狀態 其實才是真的很棒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衝突是為了讓你理解 你現在的狀態 理清你現在的狀態 所以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其實是好的 你才會去辨認 好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去辨認 這個 我們眼睛所看不到的世界 然後眼睛就覺得有衝突 然後不是看得很清楚的事情 對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今天茶 一張茶 一張茶 然後帶回去喝喝 有薑 有紅茶 有葫蘆 有葫蘆 有牛蒙 有牛蒙 對 秋秋 還有黃旗 都帶回去喝 休休 他喝苦 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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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